女孩正在睡觉 突然天花板上出现一个人意 重重地把她砸下床 等她起身 竟发现了另一个自己 就在刚刚 佑娜在天桥上遇到小静 她看上了小静的项链 便直接抢了过来 并称小静这样的穷学生 无配拥有这么漂亮的东西 小静想要夺回项链 两人随后扭打在一起 小静不小心打了佑娜一拳 佑娜一气之下 将她推下了天桥 重重地砸在过往的汽车上 小静当场死亡 看着自己透明的双手 佑娜害怕极了 原来是小静的灵魂 占据了自己的身体 把她的灵魂挤了出去 她再次找到小静 想要夺回自己的身体 却发现此时的她 根本无法触碰到自己的身体 正当她绝望时 却发现灿星可以看到自己 于是便找灿星帮忙 灿星将她带回了月之酒店 拜托满月帮她找回身体 他们来到佑娜家 此时小静出现 看到他们便仓皇逃跑 灿星追了上去 小静想要从天桥跳下去 毁了佑娜的身体 灿星拦下了她 本想跟她商量归还身体的事 但小静情绪十分激动 把自己的悲惨遭遇告诉了灿星 灿星也替她感到委屈 佑娜告诉满月 只要帮她夺回身体 不管是什么条件 她的父母都会答应 满月将带有怨念的项链 交给了佑娜的父母 告诉他们佑娜杀人的事情 现在有两个解决的办法 要么把项链交给警方 让女儿得到法律的制裁 要么堵住满月的阻 然后将项链销毁 父母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二种 他们来到院子 准备销毁项链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项链一旦销毁 佑娜的灵魂就会从此消失 这一切都是满月在惩罚 佑娜生前的所作所 佑娜跑回去想要阻止父母 可是不管她怎么呼喊 父母也听不见 随着项链慢慢地被火燃烧 佑娜的灵魂也随之灰飞烟 满月让小静以佑娜的身份 好好活下去 自己也得到了丰厚的报酬 回到酒店 灿星看着满月办公室的照片 这是不同时期满月和酒店的合照 一棵枯树吸引了灿星的注意 她来到花园 很快就找到了月灵树 并在这里遇到了满月 她和满月聊起了自己的梦 在梦里 一个男人握着满月的手 写下了满月二字 灿星问她 高清明是不是就是她等待千年的人 这话让满月瞪大了双眼 她从未和别人讲过自己的过往 中文的故事